團體來旅遊不行嗎 你認為這樣是嗎 這樣團體不行來旅遊嗎 我們繼續舉牌嘛 不理心嘛欸 人家考試 小朋友在考試 今天國大收貴員 考一考就沒有 想要直奔官邸抗議 彰化縣軍公教聯盟人員 在警服門遭到警方阻擋 人家通常在考試欸 以前我們沒有 但是今天520人家在考試 人家看到家長 雙方一度起口角 因為剛好是國中會考第一天 擔心影響考生 兩度舉牌警告 小英政府執政滿周年 推動的政策卻引發人民不滿 下午數十位退休軍公教人員 也坐著輪椅到立院門口抗議 蔡英文 蔡英文 其中這位103歲的顧老先生 當年是中校退休 不滿聯金改革 下午也到現場表達不滿 除了反聯改團體外 上午還有國道收費員自就會 到凱道噴起抗議 痛批小英政府承諾跳票 他們只好持續上街抗爭 政府執政一周年推動多項政策 引發爭議 人民怒火難消 記者林榮越方 阿公亞麥 SNG小組 台北報導